选择正确电梯拿到我 我是右边电梯 为什么我走不上军啊 乐乐这是下行电梯 你要去上边要乘上行电梯 你这样上错电梯是很危险的 原来是我上错电梯了 谢谢你童子老师 这次我不会搞错了 我要乘坐上行电梯 我要选左边 太好了 我拿到遥控飞机了 哇塞乐乐 你这个遥控飞机看起来也太帅了吧 快去坐电梯 坐到最高的地方就有礼物了 哇是个宝 我最喜欢汉堡了 我要去坐电梯 汉堡汉堡我来了 危险 救命啊 谢谢你童子老师 不然我就要摔下去了 大龙 你这样太危险了 自动扶梯上禁止奔跑 嬉笑打闹或攀爬 这样很容易地伤 对不起老师 我知道错了 我会好好坐电梯的 太好了 我也拿到汉堡了 哇塞 电梯上面有我最喜欢的公主圈 我好喜欢 我要去拿下来 救命啊 妮妮 危险 陶子老师 刚才真的吓死我了 娘娘 坐电梯以前 一定要仔细检查好 自己的鞋带是否绑好 否则鞋带很容易被卷入到电梯里边 那么你自己也会有危险的 老师 我知道错了 我来帮你把鞋带系上 谢谢老师 我要去拿公主群了 太好了 我也成功拿到礼物了 好漂亮的公主群啊 娘娘 这是你新卖的吗 不是的妹妹 坐电梯就会有礼物 你快去拿礼物吧 哇 是公主项链 好漂亮 我要去拿 电梯好长 我要靠着休息一下 妹妹 不可以靠着扶手 为什么呢 算了 老师说的一定没错 我还是不要靠着了 公主项链我呢 我也成功拿到礼物了 老师你看 我也有礼物了 不错 妹妹做得很好 我说桃子老师 为什么我不能靠着扶手啊 乘坐自动扶梯时 如果将身体重心 依靠在电梯扶手带上 扶手就可能将你的身体 带离地面发生危险 原来放着扶手这么危险啊 谢谢你桃子老师 我记住了 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妹妹真是个好孩子 小朋友们 我们在乘坐自动扶梯时 要记住以下几个静止 1.静止倚靠 2.静止逆行 3.静止嬉笑打闹 攀爬跨越电梯 4.静止将头部或身体 其他部位探出 5.静止将物品放在扶手袋上 你们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